Compress Sensing的概念 其實我現在正在講的部分 就是跟應用有關係 它就是把Hadama Matrix 其實本身可以看成是一種Design 它因為互相垂直的關係 如果加上循環的現象 就可以用來用MRI的攝影 這個攝影其實就跟Compress Sensing的概念也是一樣 就是當你想要找出它的到底01的位置 1在哪裡的時候 你就想辦法看跟它垂直的是哪些 因為跟它垂直的意思就表示我沒有共同的1 這樣你聽懂這意思嗎 就是我只有01的話 那我跟它垂直 盡量如果是真正的所謂垂直 不是那種01的那種垂直 而是真正一般向量的垂直 那會等於0的話表示 就是如果你每個位置都是正數去乘的話 那你最後的結果就是會正數 所以要是0 那就是我是0的位置 你不是0 互相就有分開來的意思 就是我的一些位置 然後乘起來是0 我就知道這些位置你就沒有 你一定是0了 就等於說我是1 你就是0 那實際上的怎麼去使用 你們可以在系上找到它的論文 或者是你也可以從Wiki上面 你去找F 就是Functional的MRI 那你就可以找得到 適當的應用的概念 就是怎麼樣子拿來做攝影 然後能夠找到 所謂他們希望能夠看出 有什麼樣的問題這樣子 那我們繼續往前面介紹一點 我們主要的概念是在講這個Difference怎麼去使用 因為凡是有循環有旋轉的那種Circulent的概念 它都會牽涉到跟Difference是有關的 那Difference的這個Topic 在組合設計的研究裡面算是重要的角色了 我們繼續介紹這個Set of Difference 第一件事情 當我們考慮所謂的Difference的時候 基本上它是要能夠求Difference的東西 所以它這個Difference 通常這個Difference 它是會定義在一個Abedient Group上面 那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的考量是A-B 取個例子是相減 那這個相減呢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A 來加上B的Inverse 如果你把它當成反元素來看的話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最一般常用的就是這個Abedient Group 就是你的有 如果你把它看成是在這上頭的話 那A-B就可以把它看成是A加上B的反元素 那B的反元素對焦法來講就是負的 那你要有這樣子的元素存在 才能夠算它的Difference 這是一個第一件事情你可能可以知道的 所以如果你考慮的是這一個的話 那它的Difference當然就是這兩個相加減 自然它還是這一個 所以當我們在做的時候呢 我們通常可以取這個Mod 讓它的Difference完全就落在這個範圍內 也就是說從0一直到B-1 那不要去取負的 如果你取了Modular的話 那它就可以不必寫成負的 當然也有的人喜歡寫成正負的D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寫成正負D的話 那這個D呢就可以讓它小於等於2分之V 我要你統一照概念 就是假如你不想選大數的話 那它有1-2跟2-1 那2-1就是1嘛 那1-2就是負1 那不用說1-2就變成是V-1去了 跳到最後 因為你取Modular的話 那你的等於說相減的那個負1 負1就concruent to V-1嘛 這樣子 這個是我們Difference上面的一般比較常見的概念 那這個領域裡面研究比較多呢 就是所謂的Difference set 到底這個集合能夠有什麼樣子的作用呢 能夠產生所謂的Difference set 那一般呢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這樣子 你首先取一個集合選K的元素 我們稱它是V-K 它什麼時候是一個VKnambda的Difference set 那基本上呢 你如果這樣子去看它到底什麼時候 它會是一個Difference set的時候呢 我們就看看說 那這個集合 我們現在所選的這個集合 這個集合並不是Difference 就是如果你選了這個集合之後 你去看它到底兩個之間相減的這個Difference 它會出現多少次 那如果說每一個相減的出現的次數 都是一樣是Nambda的次的話 那我們就稱它是一個V-KnambdaDifference set 那這個我們以前有過一個例子就是 你可以選V等於7 然後D等於1 那如果你選了這個例子的話 這個D呢 是一個7 3 1 Difference set 為什麼它會是一個7 3 1的Difference set 因為你就把這裡面的兩個數 三個數兩兩相減 就是三取二出來相減 然後呢 它會剛好讓任意的 就是在這裡面 因為它是相減嘛 那它每一個相減出來的結果呢 都剛好出現一次 你認兩個相減 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後面減前面就會出現 1 然後這個是3減1就是2 3減0就是3 0減1就是6 0減3就是4 然後1減3就是5 所以你分別 就每一個把它都會出現這樣子 當然要找到Difference set 並沒有那麼容易 這個是其中的一個 然後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如果V等於13的話 不曉得你還記不記得D可以選擇 因為你現在13的話 它的Difference是有12個 那你就是4個要取3個 因此你這個D呢 勢必要有4個元素 如果你仍然維持希望它是1的話 也就是說你希望找到一個13 4 1的Difference set 有誰能夠幫忙把這個數字找到一下 如果沒有的話我就在這邊再畫一個 那基本上你需要的是這邊 這邊 可能這個是需要的 就是這個距離是3 然後4 5 6 所以是0 1 3 9 就是你相減之後 這個是1 2 6 9 然後這個8等於是5 就是其實你不一定是要回覆 我把它寫在這上頭 這是1 那其實兩個互相減就是正負1 然後這是2 這是正負2 這是正負3 這個是正負4 這是正負6 那所以你就可以讓它成為一個13 4 1的Difference set 這個是Difference set的定義 就是我們如何去找一個集合 能夠把所有的Difference都弄出來 那現在這個是Namda等於1 比較難 如果Namda是高一點的話 也許你會比較有機會去找到 那 我們Difference set的地方大概 大概 就是 知道這樣子就可以了 在這個Difference set裡面呢 有兩個方向的Borms 第一個方向呢 這個D呢 變成這樣 我們原來是只有 在Difference set裡面 這個D就找一個集合 讓它滿足我們所要的性質 讓它滿足我們所要的性質 如果我們一個集合沒有辦法達成這個功效的話 那我們可以多找幾個集合 就是說 你可以把這個寫成是D1 D2 一直到Dh 那這是一種Generized form 並不是找一個 而是找有好幾個 那剛才那個 它提到有兩個集合的那一個 那就是同樣的這個例子 那因為你現在 這一個所產生的Difference 是有12個 但是如果你用三個元素去產生的話 那就會有六個 那你用兩個三個元素的話 就可以有兩個六個 所以還是可以把它全部造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 同樣的這個例子 你的D1 可以取 034 還有D2 024 028 那你可以這樣子是Generize 所以 In general來講 你已經看過的就是 你們前面所做的這個所謂 Cyclic construction of standard triple system 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你可以找好多個集合 來做為你所要的這些Difference set 那這個例子就是 這個可以產生 正負3 正負1 正負4 那這個是正負2 正負6 和正負5 一樣的情形 那這樣子的這些呢 一般叫做Base blocks 所以如果你是用一個所造出來的 那就是單一的Base block 我們就是一般的Difference set 那如果你是用好幾個的話 那它是一個Cyclic的 也叫做Difference method 但是它用的那個Blox呢 就不只有一個 第二個Form呢 是主要用來 就是把它更詳細一點的描述 到底Difference是什麼 原來的Difference set呢 是這樣子 把這個Namda呢 把它 這是一個結合啦 就是說現在呢 我們希望所有的相減的那個X呢 都出現Namda次 可是如果你的結合取得不是那麼漂亮的話 那你所出現的這個Difference呢 就不會是每一個都 都是Namda次 那這時候你就需要用 所有的這些不同的次數來描述它 那我先舉個例子 再把這個定義寫下來 假設你的結合是1235 然後V等於8 假設這樣 那你選了一個結合1235 那V等於8 那它到底能夠產生什麼樣子的Difference 那你當然可以很快的看出來 它兩兩就會相減 那我們有用正負的 也可以直接把它全部List的Difference 你可以去把它寫下來 比如講說 這個是11 這是11 所以 這個部分呢 如果這裡要算的話 等一下就下來 其實這個就是要讓它相減等於0 那為什麼需要相減等於0 其實是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必要 但是在Adama Matrix的角度來看的話呢 相減等於0 實際上是等於成起來是自己的意思 就自己跟自己相成 不過這個地方 我們就先暫時把它想成 所以自己跟自己不要算它 所以我就把它寫成這樣 這個假設是D 那你的這個相減之後的結果就是這個樣子 兩個不一樣的相減的結果就會是1 1 1 就會有兩個1 然後 2 2 然後 3 4 1 7 這樣子 其實這個前面的到這裡跟後面這個是對稱的 就是正負的意思啦 這裡如果有兩個1的話 這邊就兩個7 因為它2減1是1 1減2就是modular modular8就會變成是7 所以當你去把全部list出來的時候 這邊應該有12個 那如果你再考慮這一個的話 那就是每一個數都跟另外一個 等於是相成 它要加進去4的 所以如果用前面這個來描述底下的時候 就會出現 ν0等於4 ν1等於2 ν2等於2 ν3等於1 所以你用這個list就可以把所有可能的difference都把它描述出來 這只是預告一下因為把它這個插掉 我們現在討論的是講到兩個之間的插 那在下學期組合學導論的時候 我會介紹兩個之間的合 如果說有集合兩個相加 那到底會產生什麼樣子的元素 那這裡是兩個相減 你大概也可以發現 它相減就在這個集合裡面 就在群裡面 那相加以後呢 如果你不去取modular的話 它可能就跑到外面去了 因為它會加起來變大 那這個在組合裡面呢 一般稱為叫做additive combinatorics 那這個組合 加法組合呢 在素論裡面扮演的角色就更多了 好 我們今天的主要的工作呢 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樣 那這個我們原來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能夠造這種所謂 Circulent的adama matrix 我們上次就提到過說 因為如果我們能夠做adama matrix 是circulent的話 那它的用途就會非常大 它可以說是最好了 那什麼時候我們會產生這種circulent matrix 那你去造的時候 你就需要想辦法去造這種所謂的difference set 如果你能夠造這樣的difference set 那你就可以去造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呢 用這個d做例子來看看說 如果我用這個d 用v等於8 那這個呢 能夠造metrics嗎 那當然我們上次有提到過 你的確有機會可以造metrics 因為這個1235 可以把它當成是support那種概念來看 那也就是說這個矩陣 你可以把它寫下來 然後它的第一列就是這樣 就是把對應的這個位置呢 當成是12345678 那如果它這邊寫數字在這裡的話 那你就變成是這樣的矩陣 那這個矩陣就正1負1了喔 反而是有對應到這個的就是正的 然後沒有的就是負的 所以它就是正1負1 然後接著下來你就可以把它循環 那再下去就是這樣子 所以對應於一個這樣子的difference set 其實你是有辦法去造一個metrics 那你造出來的這個metrics呢 實際上你又希望它剛剛好是一個atama matrix 如果是的話那就更漂亮這樣子 因為你造metrics沒困難 造circular的metrics也不難 就一直循環就好了 但是這樣子得到的 如果你選擇了difference set 選得很漂亮的話 是不是你有機會剛好可以把這個 circular的atama matrix造出來 我們首先呢當然就是令這個d呢 是它的 我就把這個d寫得完整一點好了 你首先就令這個d就是 你給的那種difference set 然後呢你就consealerad 你的目的呢當然是在經過一番努力以後呢 證明了ad乘上ad的transpose 是等於4t平方乘上i的4t平方 你經過一番努力以後 最後 如果你能夠做到這個結果 就是你要的 就是你去考慮這個ad 看看他ad到底會不會 最後達成這個願望 那ad本身呢 因為他這個d呢是一個 一開始的時候你的v就是只有4t平方 所以這個d本身就是一個 這件事情是很清楚的 因為你開始的時候你的集合 雖然是這個d的大小 這個d的大小就是這個嘛 就是k嘛 這樣可以嗎 d如果它是一個difference set的話 就是d的d就是k啊 所以d本身裡面就有多少個e 有這麼多個e 然後總共長有多長 就是4t平方那麼長 也就是說2t平方-t是負的 2t平方加t是正的 那ok嘛 那因此呢 它既然是這樣的matrix 你把它每一列自己相乘 就一定是這樣的 它的內積就是4t平方 自己乘自己的話 所以 你主要的工作就是證明說 你利用這樣子的d 利用這個d 所造出來的這個矩陣ad 任兩列都是互相垂直 那就會最後就可以得到這個結果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的目標就很清楚 就是我要證明說 任兩列就是互相垂直 這個任兩列可以怎麼看 假設我們用d這樣子寫在這裡 當你的第一個第一列的話 這個d的意思就是指那個support的那個意思 所以它的第二列就是d加1囉 你同意嗎 因為你的加在這裡對不對 那你第二列就變成是 就往前移一個嘛 所以本來是1 2 3 5 現在變成2 3 4 6 然後就一直下去 所以你的 就一直到最後是d加4t平方 減1嘛 你可以把你的列看成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看成這樣子的話 你就 你就另了d加a跟d加b 你就隨便另兩個 所以這a不等於b啦 到這裡都可以嗎 就是你 你就是考慮一任兩列 那一個叫做d加a 一個叫做d加b 首先你看d加a這個集合 這個集合跟d加b這個集合 他們的交集會有多少個元素 這樣 當你看這個的時候呢 你可以這樣看 假設 他們有交集的話 如果他們有交集的話 就是這裡存在有一個g1 這裡存在有一個g2 那g1加a等於g2加b 對不對 如果你有相等 如果他們有共同元素的話 這個元素我不曉得是誰 就是它的intersection 那當然就是有某一個g2加b等於某一個g1加a 這個我還沒有去計算之前 這個我還沒有去計算之前 你對於任何一個x屬於d加a交集d加b 那x就會等於g1加a等於g2加b 那這個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說這兩個相減之間的關係嗎 就是a-b到底會是多少 我把這個 因為這個是d 我把這個改成小d好了 好不好 這樣子比較容易辨識 對不起 這是d1d2 那這樣子的意思就是表示 你把這兩個換一下 就變成是 也就是d1-d2 等於 這個移過來等於b-a 那我們可以怎麼看 我們主要目的是希望 有這樣的東西 如果你能夠找得到 有這樣子的結果就好了 好 現在這個b-a本身是屬於zv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找得到d1跟d2要 有多少個兩個相減會等於這個固定的數b-a 對 d1-d2 就是兩個相差 那它會有出現多少個剛剛好等於b-a的 那就是這個的交集了 就是這個裡面有多少個元素 所以這個告訴我們說 他們就等於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by這個fact 就告訴我們說 他們就等於是num 兩個相減會等於b-a的有多少個對 多少個d1跟d2 那就都會形成這個x 好不好 所以這個num 也就等於我們的這一個t平方加t 那這個是very important的性質 就是如果你有這種different set擺在這裡頭 這樣旋轉之後 你的任兩列它們之間就會有這麼多個共同的元素 出現的 這個共同元素出現的意思是什麼呢 那就是表示 這一個是正1 這個是正1的這種pair 就這兩列 這個是d加a 這個d加b 這種的呢 有t平方加t一個 就是你是1我也是1的 這個才是共同元素嘛 對不對 那就是 共同元素就有這麼多個 好 那我們就把這種形狀的呢 把它整理一下 就是正正這種的有x 假設就是xk xab 就等於t平方加t 正負就是yab vab 等於vab 等於vab 我希望知道這些會等於多少 好的 就是你不是兩列嘛 那兩列 你把它兩列排開來以後 總是有一堆是正的 那底下也是正的 還有一些正的底下是負的 還有一些負的底下是正的 還有一些負的底下是負的 那你就把這些把它全部放在一起 你把這些放在一起的結果呢 你會推得 我用黃的把它寫下來 xab加yab加zab加wab等於4t平方 全部嘛 全部可能的配x都把它擺一起啦 然後呢 你也知道 如果你把這兩個擺在一起的話 那就會出現 因為這個都是 上面是正的 底下是負的嘛 所以 加yab 就等於 這兩個一相加以後 就是你的k嘛 就是有多少個正的在上面 那不就是中間的那個k嗎 所以這是2t平方加t 就是中間的那一個 然後 你把 這兩個將加 就看底下的這個加的 它也是一樣 當然再加上xab就是這一個 這樣子 那你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那就要解這個連力方針組對不對 那 因為解這個 你已經知道xab是多少了 所以 其他幾個都不會太困難 所以 你的yab 就等於這個減掉那個 所以是t平方 z的ab ab 等於t平方加t 然後剩下一個w的呢 t平方間t 就是你把它全部solve它的結果 就可以得到這樣子 然後 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我們需要的是 因為你需要垂直啊 需要垂直的話 就是需要比較 是正的 有多少個 因為你相內積以後 這些都會得正1嘛 這些都會得負1 那你就看看 這兩個加起來 跟這兩個加起來 跟這兩個加起來 是不是一樣就好了 x跟w加起來 跟這兩個加起來 剛好一樣 所以它的確是垂直 所以剛剛的那個還算是對的 這個看起來 機會就不錯啦 只要有一個適當的difference set 就可以了這樣子 這個問題的意思就是說 把製造Circulent atoma matrix的工作 轉到去找這個difference set 如果我們能夠找得到這個difference set 那我們就可以完成我們的工作 但是這個等於是把一個困難的工作 丟給另外一個困難的工作去做而已 就有點像是那個npcomplete的概念這樣子 npcomplete就是一直 後來就有人把npcomplete形容 丟在垃圾桶這樣子 因為你這個npcomplete做不出來 然後另外一個正在做的時候 沒有辦法做出來 就證明它跟那一個是equivalent 所以如果它可以做 我這個也可以做這樣子 那目前這個已經好幾千個了 互相可以做的這樣子 一直串在一起這樣子 那這個問題呢 它更重要的另外一個fact就是這個 這個定理呢 這個定理呢 如果你把這個想成是1的話 那這個2呢 那1呢實際上是這個direction這樣子 那2呢這個direction 就是說如果你能夠找得到這種circulent的adama matrix的話 實際上你也可以利用這個adama matrix的正的那個部分 把它找到這一個是一個difference set 那這件事情呢不會太困難證明 但是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就沒有在這邊再寫一下 它會是對的 就是如果這樣子把1跟2合在一起的話 那這個呢其實是一個弱且為弱的條件 那當然你們的學姐 它基本上就是利用這個弱且為弱的條件呢 然後證明了 因為已經有證明出某些difference set是不存在的 就是這種形態的difference set 當它t呢給定了特殊的結果 特殊的形狀2的power之類的 那它沒有這種difference set 那沒有這種difference set 就沒有這種adama matrix 就是circulentadama matrix是很少 這個猜測呢也是它裡面的一個猜測 這個猜測當然有一點點危險 但是還是猜 它實際上呢 猜成這樣子 這個N呢 已經知道它一定要長相成這樣子 也就是說當t等於1的時候呢 我們有找過一個循環的adama matrix 但是當t是2以上呢 目前都沒有找到 所以如果你有找到的話 歡迎你告訴我們 好 那我們現在比較希望知道的是說 如果你沒有辦法找到這種情況的話 我們到底能不能夠確定找到一個 不是adama matrix 但是它呢 是靠近 是near的adama matrix 但是它呢 是靠近 是near的adama matrix 就是我們 如果能夠找到 能夠找到 那這是4T平方 买4T平方 這樣子 那 可是這個order也比較特殊啊 那如果 我們看一般的話 那就是4M by 4M 就是我們知道它是4的倍數這樣子 如果是adama matrix的話 這是我們原來希望的 但是一旦加入這個circulant以後呢 你能不能夠找到這個 當然就已經被認為是不太容易了 那不太容易的話呢 你是不是有可能呢 從這邊切斷 但是你找到這一些呢 他們呢 互相垂直 它是循環 一直到某個地方 那接下去以後 我沒有辦法要求 但是這個循環 但是他們彼此之間互相垂直 就是他希望至少能夠做這件事 做這件事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就是 假如 假如這裡是有某H格 是循環 然後B詞是互相垂直 他呢 現在把它shift到下一格 他也是互相垂直 也就是說他沿途就變成是 譬如講說他是十二百十二 但是他造了五列是互相垂直 然後呢 連續五列都互相垂直 就是因為他剛好都是circulant的那個形狀 只能夠保證五個是互相垂直 那接下來五個 五個 五個 那在這種情況下 它的應用就會比較好用 所謂應用比較好用就是 不管你從什麼地方開始 至少有一段都是互相垂直 好 那我們底下呢 做一點點刻畫 這個刻畫呢也可以幫我們去判斷說 到底我們能夠找最多有多少個 在科威中的碩士論文裡面呢 他目前沒有辦法明確地說出來說 到底當M多大的時候可以找到多少個 但是有一個結果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找連續的越多個的話 這個M要越大 這個大概可以 你可以直觀的可以想像的出來 你想要連續互相垂直 M越大的話 它機會越大 好 我們就把這一個呢 一樣寫成這樣 這是一個set 那 這個定義呢 是告訴我們說 如果 一開始 你的長相是這樣子 當然 如果它是 因為 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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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等于nambda 我们前面有提到过 就是如果任意的一个difference 都出现nambda次 我们就直接这边写一个小的nambda 但是如果它不是的话 那你还记得就像PPT一样 就是它的差是会有不一样的 那会有不一样的呢 你就要把它描述出来 就分开来 那这个结果呢 算是很漂亮 那它的说明呢 跟前面的比较接近 那我想我今天就只有 把这个结果写下来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看 到底这一个层出来之后 它的di列它长相像什么样子 这个就比较精彩一点 那di列的意思就是表示 你整开来以后结果位是怎么样 那它的结果呢 是这样 di列呢 就是用i来减 就看看上面的多少 但是底下这个当然是取module了 超过v-1就回到前面了 就是你实际上可以 当它有一个different set在那里 那你就把它写成那个矩阵 那那个矩阵呢 你直接 就是ad了 那你直接来乘上它的adtranspose 那你就可以把它的di列 把它写下来 而di列呢 它刚好就是 带入nambda1-i 2-i一直到v-i 也就是说 如果你i等于1的话 那就是nambda0 nambda1 nambda2 一直到nambdav-1这样子 也就是它的d 算是第一列 OK 所以它的第一列 就会出现这样子 f 就是当它的第一列看的时候 就是 这个矩阵是 ad乘上ad的transpose 那底下呢 就继续 circule 就是它乘的关系嘛 那当然你可以想象呢 这一项 这一项基本上 当你这个乘起来以后 这一项应该就是 就是你的v才对啊 对 因为它乘完之后v by v嘛 那你把它乘完之后 当然就是一个v乘上iv 就是矩阵 那因为它的这个x呢 就是这时候就是nambda0 nambda0实际上 就是相减等于0 对不对 相减等于0的话 就是它的k的 自己减自己嘛 所以这边如果是k的话 就有k一个 因此这就是4k 这是减4k 所以这个是v没有问题 this guy is v 这个我们比较 确定说至少 不会乘完之后 不会出现 好像不太像adama matrix 这样子 那到底其他的要怎么办呢 我们的希望呢 就是这个以下这个 我们希望它等于0嘛 因为如果等于0的话 那就是你乘完之后 那第一这一列 至少这个摆在那里就是一个 有点像是atama matrix的形状 也就是说第一列跟其他的列都互相垂直 那这时候你会让它会等于0的可能性 就是这个x的位置 就决定在num到1要出现多少次 那好 那我们这一个现象 这个要怎么样子才能够产生 因为如果你能够知道这个要是多少的话 那你就有机会去照 看什么样子的difference set 能够让越多的这个会是等于0 好那现在假设v等于4m 然后呢你如果去找个k等于2m 就是有一半是正一半是负的 那你的x呢 你这时候就希望它 num的1、2这些最好都是等于m 那如果它都等于m的话 你这个不转怎么带 就很多都是0 就是变成4m 然后这个变成8m 就是4m 就等于0 我想最后呢 我把它写成是problem 我们当然有一个different set在那里 就可以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里是一个这种nambda的 这个是大写的 表示呢 这一个d呢 并不需要非常的漂亮 所以这个 这个告诉我们说 你的d的选择呢 是很重要 如果你d可以选成是一个 刚刚好是一个单一的那种different set 你就是一个adama的matrix 那现在可是呢 我们的问题是 你的d呢 不一定能够找得到那样的different set 那我现在呢 就只有取一个例子 那这个问题呢 大概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 我希望看看说 如果 我只有八个元素 就是d只有八个元素 表示呢 我希望v等于是6 那这个呢 算是一个problem 如果你觉得你能够做的话 你就把它写在作业里面 让它呢 可能当成加分的部分 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考虑的是一个 16x16的矩阵 我们上次给的例子是8x8的矩阵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然后有列出了三列 那三列呢 就会互相垂直 连续的三列互相垂直 那现在如果它现在是 16x16 那你能不能够适当地找到 这一个different set 然后让它能够等于0的越多越好 那那个结果可以跟 附会中的那个 the scissors 比较一下 他有去找 这些 当order是比较小的时候 到底能够互相垂直的 连续的这些列 the maximum number of consecutive rows 它互相垂直的是越多越好 我想我们这些棋的组合设计的课 就介绍到这里 那也许没有办法 cover到很多的 有不同形式的组合设计 但是我们的时间就这么多 所以就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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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